1月1日,纸线药蒙托石散登上热搜 有说法称奥密克溶腥变种容易导致腹泻 于是很多人开始盲目囤药 当日,多位专家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提醒 蒙托石散作为家中常用药储备一两盒可以理解 但没有必要抢购和囤货 很多药物都可以达到蒙托石散的效果 而且出现腹泻后,优先使用的药物并不一定是蒙托石散 XBB毒株致病例和奥密克溶其他系列变异株没有明显区别 事情起源于XBB1.5毒株在美国登顶一事 据《环球时报》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与美东时间2022年12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其估计当中美国有40.5%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是由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溶亚型毒株XBB1.5毒株印起的 于是国内网络上开始流传 感染XBB亚型毒株的症状除了呼吸困难 头痛、喉咙痛、鼻塞、全身疼痛、疲劳和发烧等 还会出现腰性、蠕吐、腹泻等位肠道症状 不断有人开始推荐 大家要囤点蒙托石散、整长生、莫浮沙星 XBB毒株与当前国内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相比有何不同 早在2022年10月底 联合国官网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消息称 亚型变异株XBB是B2.10.1和B2.75亚普序重组 截至2022年10月上旬 XBB的全球流行率为1.3% 已在35个国家发现 并在新加坡和印度等国显示出明显的增长优势 上述消息指出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但目前的数据并未表明 XBB感染的疾病严重程度存在实质性差异 然而 有早期证据表明 与其他流行的奥密克戎亚普系相比 XBB具有更高的在感染风险 2022年12月20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重点人群医疗服务有关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介绍 BQ1和XB毒株是奥密克戎新的变异分支 其具病例和奥密克戎其他系列变异株 没有明显区别 重症率和死亡率在流行BQ1和XBB毒株的国家 没有显著增加 那么感染新冠是否会导致腹泻呢 据信息时报2022年12月25日报道 广东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廖沙英表示 新冠感染的症状以呼吸道症状为主 大约有10%的患者会有消化到症状 例如冷性、呕吐、腹泻、腹胀、腹痛等 其中以腹泻较为常见 一般来说 小朋友比成人更易发生消化到症状 道道称 新冠感染如果发生腹泻 原因有多种 新冠病毒本身就会感染胃肠道粘膜 导致病毒性肠炎 从而发生腹泻 另外肠道的菌群失调 加上患者本身有其他基础疾病 都有可能导致或加重腹泻 但无需过于焦虑 有多种病毒都会导致腹泻 比如较为熟知的丘际腹泻就是轮状病毒感染 专家蒙托石散并非腹泻首选用药 出现腹泻后是否优先使用蒙托石散 其要效如何 目前市场出现脱销的蒙托石散 临床上 一是用于成人及儿童及慢性腹泻 二是用于食道 为十二指肠疾病 引起的相关疼痛症状的辅助治疗 但本品不做解禁机使用 蒙托石散的原材料是蒙托石 是一种天然的黏土矿物 蒙托石特殊的三明治八面体结构 使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受方者共图 蒙托石散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止血药 是一种吸附剂 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学部副主任李志玲 告诉澎湃新闻 蒙托石散的原材料是蒙托石 是一种天然的黏土矿物 蒙托石特殊的三明治八面体结构 使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包括吸附重金属 细菌和病毒的能力 因此它的口服制剂 被认为可用于治疗及慢性腹泻 对消化道内的病毒 病菌及其产生的毒素等 有一定的固定 抑制作用 使其失去治病作用 但在治疗腹泻上 专家认为蒙托石散并不是首选 李志玲表示 虽然有些研究表明 蒙托石散能够抑制急性腹泻 缩短腹泻病程 但是研究证据级别不高 还需要临床疗效的进一步检验 国内外指南 对蒙托石散治疗腹泻的 推荐级别也不高 同时它同时具有副作用 比如这种黏土矿物中 含有铅 两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使用 有铅中毒的可能性 而且服用后还容易导致便秘 反而难以排毒 李志玲说 大部分人出现腹泻后 建议优先补液防止脱水 可以使用口服补液延散 可以补充机体所需的 电解质和丢失的水分 能够保持那 水和其他电解质之间的平衡 恢复人体需要的电解质和循环容量 从而降低脱水导致的代谢性影响 恢复体力 这种药更安全 至于懦夫杀星 盐酸小布剪片 李志玲认为 如果为了治疗病毒导致的腹泻 就更没有必要抢购这些药物 他说 这两款药均针对细菌导致的腹泻 对于病毒性腹泻没有效果 可作为家用药储备一两盒 没必要囤药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奥学部副主任药师 黄国欣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腹泻通常分为病毒性腹泻和细菌性腹泻 蒙托失散对于病毒性腹泻有效 它的主要作用机制 是在胃肠道里吸附病毒 细菌等有害物质 然后再随着粪便排出 我觉得家里备个一盒两盒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囤是没有必要囤的黄国欣说 黄国欣说 蒙托失散在治疗儿童或成人腹泻这块的效果 还是值得肯定 不能因为民众抢购而否定这个药的药效 另外蒙托失散的不良反应比较轻微 属于OTC的药物 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 均可安全使用 注意有便秘的人群 因咨询医生或药师后减量使用 这个药真的不好吃 蒙托失散口感不好 真不建议囤药 但家庭想备一两盒也是正常的 他说蒙托失散属于西药 临床常与微生态制剂联合使用 可先服用蒙托失散将细菌 病毒进行吸附 至少间隔两小时后 再服用微生态制剂 恢复肠道正常菌群 黄国欣提醒 较严重的腹泻 应及时纠正脱水 补充电解质 必要时及时就医 如果维系菌性腹泻 还应加抗菌药的治疗 如果联用 应先服用抗菌药物 再服用蒙托失散 最后服用微生态制剂 如果买不到蒙托失散 也不必紧张 黄国欣说 成人临床上还可以选择 盐酸小剥剪片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崔松看来 人们忽然抢购蒙托失散 是由于盲目恐慌导致的非理性行为 蒙托失散不是水药 许多止血药物都可以达到 蒙托失散类似的功能 没必要盯着这一款药物 它的功效是一个对症治疗 就像发烧后吃部落分退烧一样 蒙托失散可以利用在肠道的 虚负作用缓解腹泻催松说 作为容易购买的常用药 常备一两盒可以理解 但没有必要去抢购 许多中药 吸药都可以达到蒙托失散的效果